它是休斯顿的一个漂亮样板间 并且获过设计大奖 而且学区无比的好 占地超级的大 如果在美国你想让孩子去一个很好的公立学校 那只要住在这个片区就可以了 像我身后的这个房子 如果你拥有它呢 就可以去休斯顿非常非常好的学校 它的高中是Tomkin High School 那像这样的一个房子 为什么我有特殊介绍 就是因为它之前呢就是一个样板间 所以它坐在了这个区域的门口 可以停很多的车 它跟一般的房子的门口都很不一样 我手指的旁边的这个方向呢 就直接就是一个自然保护区 所以你可以过去溜达溜达 然后感受一下新鲜空气和自然景观 然后回到家之后 直接进来这个装修非常漂亮的小豪宅 这个房子的占地还是很大的 这个房子的占地有14000多尺的占地 然后它本身的居住面积呢 是3000多尺的居住面积 这个户型当时一直做样板间 而且里面的装修曾经上过这个美国的装修杂志 拿过奖 所以你看到它整体的感觉就很漂亮 院子特别的大 然后又非常的通透 窗户超级的多 而且呢它的装修呢不是一般的好看 它的一个厨房呢是白和白想配 但你就会觉得白的很洋气 而且它的冰箱也是单独配这个厨房来选择的 冰箱都会留下来 像这样的一个房子就是一个很精致的房子 我们并不能说这个房子的价格低 因为它的报价有109万9000美金了 可是它所拥有的一些东西或者精致程度 就会非常的好 有的房子就属于装修的可能不太行 里面的整体的感觉不太行 但是就是啥大啥大的 有的房子就是本身的装修都比较高级 然后呢它的报价就会相对高一些 当然了这个房子在整个区域当中也是非常好的高端社区 现在唯一在卖的一套这么好的学校的房子 这个学校好到神程度就基本上就是 你的小朋友如果在这个学校上学 那几乎大家都会觉得你孩子差不了就这种程度 然后它的高中属于仓品高中 它的小学属于Wool Creek这个小学 都是非常老牌的 大家都听听竖大拇指的学校哟 那这套房子因为以前人要满建 所以它细节上就会做的很好 不光是大面上的大客厅 还有它的主卧的这种细节做的好 比如说主卧的背景墙啊主卧的灯什么的 这些细节做的都非常的特殊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点就是 其他的一些细节上做的也很好 比如待会我们要去看一下 这个房子的车库 还有这个房子的洗衣房 那这些细节做的都会比一般的房子强 这套房子的洗衣房和车库什么的都是在穿过客厅的另外一面 在双开门的旁边是另外的一个套间 因为它以前是样板间 所以就算是套间的背景墙也都做好了 然后套间的旁边就是它的洗手间 也是因为它是样板间 所以就连客位的洗手间的升级都会做的比较好 那这个房子的utility room也是更能体现出它的精致程度的 我们现在就来洗衣房看看 这个洗衣房旁边的洗手台都做了加装升级 还有洗衣房旁边的柜子 这些全部都是加装升级的项目 那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车库 打开车库就会看到它有三个车库 并且车库地面也都做了 车库还带着窗户是很亮堂的那种车库 车库的窗户都做的是实木百叶窗 你就知道它有多精致了 这些实木百叶窗 很少有在车库窗户上面做实木百叶窗的 好了 现在让我们上二楼看一下 二楼看一下 我们现在就上二楼 二楼楼梯也都是做了楼梯地板 这些升级就全部都做好了 一楼两个卧室 二楼还有三个卧室 二楼做了动静分离的一个设计 所有的卧室都在二楼的右手边 它的左手边呢 会是一个理由室 我们现在慢慢地看 想和你也做的 其设计 你可以去尽体 用这个蜡的卧室 打个绳子 也像不在一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厨房的旁边多了一个书房的空间 它的书房的空间的后面 所有的柜子也都做好了 不愧是一样满尖才有的精致 在旁边 推拉门打开 我们把推拉门打开 看一下这个巨大的院子 像这个房子它的房龄又比较新 院子又特别大 装修非常好 又是样满尖 而且学校还这么好 非常难得一见 整个大院子全都是这个房子的 你喜欢我今天得给你推荐的这一套 学区非常好的学区房吗 我是基基 我在休斯顿 等你呀